許晨 許晨的問題就是有關這個 大哩的甘霸蜜 它這個不是對著疫病 包括它的刀子已經採取完了 但是它這個瘋子 它想說 是不是可以噴一個 想說雅丹波堆肥菌 來做 做這個 就是把它呢 當作 雞肥 就是把它這樣 胖胖的 豚豚 這樣用一用 可以嗎? 嗯 來 這個先簡單回答一下 這番茄這個問題 草甲蜜 我們說的草甲蜜應該不是疫病 因為你比較忙 它不會軟軟 那可能還要硬硬 那這種呢 叫做敵腐病 有一個叫做高腐病 這個有一個叫做極腐病 就是草甲蜜 這個有一個叫物體 但是一般我們在說物體是 真的是因為這個疫病 這不是啦 這是這個 這種蕃茄 蕃茄的缺鈣 有什麼的缺鈣 其實蕃茄在缺鈣 它很有可能 因為最近比較熱 所以就比較容易有這個問題 但是有時候它的缺鈣 因為祖籍就比較沒有那個環境 也會為它那種病 所以有時候去嚴其實也是得病 但是最重要的 這都不是什麼 這最主要是因為缺鈣 來把營基礎斑掉 那不好 這流起來也不知道要買 因為如果說一個小小小點 可能流來改吃 那不要緊 如果說已經整塊 一股一股 把它慢慢掉 這一般來說 效果不好 就是說 你跟流也沒有什麼很好的 這個效果 這一點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就是說這次把它慢掉 這缺鈣 我們還是要再跟聽眾朋友 強調一個就是 做不到的缺鈣 就是在天氣的這個關係 裡面很好記的 就是那種極端氣 太冷 太熱 太熱 太濺 就是這樣 有的說風 風 如果不透風 就比較 蕃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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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 就比較容易垂蕃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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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蕃� 這個東西就沒辦法 蓋就沒辦法對水灶 所以這點我們好朋友要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這樣 這個欠蓋 天氣比較好這陣子來 我們說的天氣比較好 就是適合番茄解解這個行動 這個時間比較適合 因為適合要解這個行動 所以就比較沒有這種 你感覺不出來 他就缺蓋自己就好 但是之前一陣子比較熱 所以你若是說蒸比較早的 我們常常在提醒 就是我們若是有蒸比較早 這些番茄若是有蒸比較早 我們就要注意這個改的補充 這是我們很多 通常都要有這種 一種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時候天氣就是熱了 這些問題都會來 所以我們聽見 稍微做了解 第二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有關 比如說這個刀子才會受刷 那刀子頂 那個就給它 給它 然後呢 用一些水沾沾沾 那刀子頂 把刀子頂放下去 你若是說要把刀子頂 我們就把刀子頂 那做刀子頂 還是什麼 給它收刀的 但是刀子頂 就給它 用到刀子頂 你把刀子頂 看是榮林菌也會晒 如果比較工夫 你把刀子頂 這個時候 看你後一天要做什麼 如果說 不說很快 不然你就把刀子頂 放一點點 雖然天氣冷 雖然不太好 但是 我們把刀子頂 就是要把刀子頂 做得更快 可以刀子頂 有蛋肥 有碳 有蛋 還有維生物 刀砂缸 這個發酵會比較完全 這個發酵 發酵好 為什麼發酵好 發酵好 就是維生物 這個充分活動 這個維生物充分活動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的 土壤的這個化性比較好 這個我們一直在強調 就是土壤的這個活性 土壤的這個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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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它有這個活性 我們後來在種什麼東西 因為這都是輔生菌 我們做物在種的時候 會狀病的這種都是寄生 都是嚇生 在我們的做物館頂 我們現在用的這些東西 都輔生 他就是吃這些植物的一個 這個暫體 這種東西 他如果多 他就輔生菌 就很多 輔生菌 就是我們在說的有益菌 我們說的好菌 其實阿波還是比較沒有說 叫什麼好菌 不好睡 好壞 都是我們人工分的 在台主人裡面都也是好的 只是對我們人 才不會有漏洩 這個效果 對我們的作物行動有幫助 我們就叫做好菌 疫菌 這種通常都是輔生性 他就是 他可以去奉集到 這種寄生性的困 這個走過來 所以這個效果不錯 所以你吃這個島嶺 用這個堆肥菌 把它處理你的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處理方式 這提供給我們主委提供朋友 你可以稍微做一個參考